来看今天的欧战 乌克兰战争进入第九个月 俄罗斯前线失利 周末开始宣称乌克兰准备 在自己的领土使用含有放射性的桑弹 星期我们报道了西方一概驳斥这个说法 说是俄军的假旗行动 那么俄军在南部赫尔松地区持续撤离平民 地方官员认为俄军可能会全面撤退 但乌克兰的情报显示 俄军其实是准备坚守赫尔松 而预备大规模反击乌克兰军队 看柴搬运团入战壕内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满八个月 在东北哈尔科夫地区 近临俄国边境的乌克兰国家卫队 开始在战壕备战冬天 根据基辅国际社会学研究所最新民调 即使俄军飞弹和无人机持续攻击城市 仍有高达86%的乌克兰人认为 必须持续武装奋战 连在战事频繁 说恶语多的乌东 也有69%支持继续抗战 但相对乌军士气高亡 俄军被动员的士兵 持续在社群揭露新兵待遇之惨 为了驳斥外界说 俄罗斯武器库存快见地 俄罗斯前总统现任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的麦德维夫 特地前往位于夏塔吉尔 俄国最大的坦克工厂视察 强调军备生产 从坦克大炮到精准导弹和无人机都增加许多倍 抢外国观察家的预测注定失败 24号莫斯科也继续强化国防部长邵伊古的脏弹说 警告基辅准备在自己的领土使用含放射性物质的脏弹 路透社报道 俄罗斯甚至打算周二把此事提交联合国安理会 不过美国白宫和国务院都驳斥这项说法 直指这可能是莫斯科假旗行动的借口 最终要栽赃嫁祸乌克兰 美国官员表示 目前没有迹象显示 俄罗斯决定使用脏弹或核武 俄罗斯官媒二新社则报道 位于乌克兰中部的东部矿产浓缩厂 和基辅的核子研究所有问题 乌克兰为了自清 以邀IAEA国际原子能总署赴乌克兰检查 而当脏弹谣谣言满天飞 乌军持续在乌南推进 莫斯科则加速撤离平民 当地官员认为 这可能是俄罗斯从南部哈尔松 全面撤退的开始 不过乌克兰军方表示 俄罗斯扶植的地方政府撤出银行 行政和医疗单位的同时 也宣布留下的男子可选择加入军事自卫队 乌军情报投资指出 俄军其实准备守住赫尔松市 而非准备撤军 乌战一步步升级下 紧邻俄罗斯的爱沙尼亚 与德国在北部举行北约联合军演 重点训练保护港口和机场等重要基础设施 乌战开战以来 北约已强化东侧部署 德军除原来派驻爱沙尼亚的1500人 再加一个军旅 同时提供6架欧洲战机 这两天 德国也与欧盟在柏林合办乌克兰重建会议 德国总理肖兹表示 这将是21世纪的新马歇尔计划 如二战后美国资助欧洲重建 但这将会是好几个世代的挑战 乌克兰说战争损失高达 7500亿美元 世界银行则估计重建需要3490亿美元 相当台币11兆 TV生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